南东当中在江华市却出现两名辣妹 他们宣传比基尼当中洗澡 也吸引民众来围观了 可是看到这民众穿得羽绒衣裹的紧紧的 辣妹们却是清凉的装扮 很敬业的帮厂商促销热水器 不过辣妹嘴巴上去说不冷 但是拼命的把热水往身上淋 真的很怕会感冒 天气冷嗖嗖这两个比基尼辣妹 确实爱碎不怕老皮水 两名辣妹身材火辣穿着清凉 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捎手弄姿 搭配电子舞曲不断把热水往身上淋 大人小朋友统统来看热闹 你在里面洗澡会觉得很冷 不会完全不会 而且水非常的温暖 让水都觉得很像在夏天一样 天这么冷还来个露天热水澡 原来是要证明自家的热水器 所烧的热水 臭腾腾 寒流一波波热水器业者看准商机 推出有恒温设备的热水器 就在彰化市区搬出了行动淋浴间 进来两名showgirl当众开启洗澡趴 我一定拿得精确控制 所以说他能够很精准地控制这个 业者推销自家产品 搞噱头 请来辣妹助阵 不过民众反应两极 有人认为热闹 有人则是认为太过清凉 但不管怎么样 冷风下洗澡 两位辣妹 还是别感冒的好 中天新闻陈梦辉 专华报道 中天新闻辉